大家好,我是一屋四寶Anthony 我是Yan Anthony,最近很多人訊息給我們 問我們很多關於資料 很多問題,是嗎? 是,因為上星期我們出了一段道歉的影片 首先說道歉不是因為我們怕事而道歉 事源有一位Youtuber 他比我們人氣一點 有九萬多個粉絲 我們就在一段1月29日出的片段裏 其中有一秒鐘放了跟他的合照 那一秒鐘的內容就是講關於一些感謝 因為我們實際上真的有放過別人的照片 之後別人剛剛就表示他覺得很困擾 因為這個問題就有十幾個電話 有十幾個電話找他問是否認識我們 對,他覺得很困擾 我們事實上是有做過 我們就出了一段道歉片 是吧? 困擾了別人 那這張照片我們放在我們這段影片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沒有經歷同歉 這個是真的事實來的 我們做過的事情 我們就是想面對 就是不想偷偷地刪除了一張照片 就算 就在說引伸下來有很多問題 之後他又因為這樣出了多段片 多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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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整件事在我們的角度那裡 因為有些網民都說 你是那些叫做什麼? 是否叫做攀龍赴鳳? 好像九萬多個波羅好像很厲害 就是說我們利用了別人 有些網民都會這樣說 其實我們很早期 剛剛成立這個一屋四寶這個頻道的時候 那對方就已經有留言給我們了 是吧? 都不止一次的 是吧? 應該兩次三次 是吧? 不過我看到好像有些都是刪除了 我們找不到 有些有回應 有些我們就沒有回應 就給個讚 我們就知道對方其實也有看到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也開心 是吧? 偶爾的情況之下 就在茶餐廳見到他 在十二月初的時間 是吧 之後他就說 我知道你存了很多玩具 是吧? 那我可不可以到你家拍片 那他叫到我 當然 當然好 有人欣賞我 就存了玩具 是吧? 那些喜歡存東西的人 是吧? 當然想多些人欣賞 那他就答應 是吧? 不過那時候 因為我們家裡 樓下他打算擺玩具的地方 就打算裝修 是 就說 那我們搞定好 裝修再通知你 再通知你 是吧 之後呢 我們就在裝修期間 是吧? 是,一月尾中左右 那我就發個訊息給他 你都怕別人會忘記你的了 發完你自己的照片 發完我們合照的照片 對 然後說是不是拍片 是吧? 那對方就說 喂,好啊 那你收拾好了就叫我 那對方就給我們這個回應 是 那之後都約實了時間 是啊 都吹過兩次 然後就約了時間 是啊 那對方也提過兩次 什麼時候什麼時候 然後就約了時間 那我們在1月29日出片的時候 其實就是約了他上來拍片的時間 大約是2月頭左右 那這樣 其實約實了之後 Emtony還說 喂,不如搞定之後 打火鍋 對方還給我們一個心 是吧 那之後呢 我們就出了這段片 那當中呢 在尾段的時候 就是你用了這個YouTuber的照片 用了1秒左右 是 那段片大致上 就是回顧我們一年 是 那就是我們這一年來 遇到的人 或者是 是完全沒有特別去 謝謝這位YouTuber 是的 就不用把自己放得這麼大 或者斷章取義了 是的 那他只不過是其中一位 那你有心過來我家拍片 那我也謝謝你 嗯 即使最後是取消了 我們 那別人有這樣的心意 我們都沒有想著 有一些什麼的問題 嗯 那Anthony還說 那我們不知道什麼事 會取消的 還會不會再過來我們那裡拍 啊 然後不斷地爬水吹 他最喜歡的 對方沒有回應我們的話題 就是完了 完了 那就沒有再繼續下去了 但是不知道今天呢 那可能就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人可能看回我們這段片 是 不知道為什麼特別 就有人問他 那他就出了一段這樣的聲明 那如果別人問起 即雖然沒有人問過我們 是 因為你看回那段片 其實125個留言裡面 是沒有一個問起這張照片的事 或者是跟這個人的關係 是 是 假設有個人會問起 哦 認不認識他 我都會說認識 不過我們不是朋友 是 由此始終我們都從來沒有承認過 他是我們的朋友 所以 對方就說 完全不認識 其實我們就覺得 是嗎 我們完全不認識嗎 就說我們約你打火鍋 就順便上來拍片 那你都不認識我們 我們約你 你都不會應酬我們 我傻而已 你都不是蠢的 就是關係好像有一點點混亂 你利用別人人氣的YouTuber 別人有九萬幾個追蹤 我們只有六千幾個 所以我們的立場 對方需要題材 我們去提供 嗯 這個可以說是一個交易 嗯 是的 沒有說誰去利用誰 哎 人家呀 當然是最後不幫你拍 便宜了你嗎 也有很多這些 這樣去說 就是九萬幾個 六千幾 六千幾 是不是 他幫我們拍便宜了我們 難道九萬幾消費六千幾 應該嗎 好吧 這個YouTuber呢 近來就出了幾條片 是 首先第一條片 就是一個直播 是 他現在已經派遣了 只是給他的玩家看 是 那條片當時我也有看 是 是 第一身馬上去看直播 一開始就說 近來有一個 上了蘋果 好紅的YouTuber 好紅? 上了蘋果 我們是有的 是 好紅的YouTuber 就未必是說你 你就不用自己對號入座 是 接著之後呢 就說那個YouTuber 就幫人做移居 還會幫人頂手商鋪 做特許經營 這樣就跟我們的業務 無獨有偶 是 第二段片 就叫做改良版 還是溫和版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我都忘記了 再次呢 都是說同一個方法 都是說那些什麼 教人移居 不是那麼簡單 是不是 要點醒人 接著之後說什麼 頂手特許經營 那類的東西 接著結尾的時候 說到我一段片 出了他的照片 就說這件事 這樣 這兩段片 就首尾呼應 很多觀眾都難免會覺得 是在說我們 我們自己覺得不覺得 是在說我們 我也覺得 你說對號入座 也是這樣說 但是會不會很擔心 他這段片 受到什麼影響呢 因為他全部都在說 我覺得 我不知道 你Google一下 Google一下 我不是專業 是不是 我不是專業 我沒有利益充達 我沒有戴充達 我沒有戴充達 那就好像已經大了 所以我們就 沒有特別去再說 他的內容 只是出了一段道歉片 道歉之後 又引申第三段片 第三段片 就是說什麼 感謝感謝 多謝多謝 多什麼謝 我剛才已經解釋了 我們為什麼要多謝 我們沒有想過 這個多謝原來是這麼大的 一個正正常常的人 連一個多謝都容納不了 對不對 再說 就是我們的服務 他就聽別人說 我們的服務不好 所以就由他的口 就拿出來說 聽別人說 你又不是用家 他好像在留言 有說過客規性 好像有 但是那個性 其實是大性 我們有幾個客人都同性 不過他大致想說 哪個客人 其實我們自己都知道 但我們就不想去猜 是那個客人 就是說那個客人 是不是完全滿意 100%滿意我們呢 我們不知道 因為那個客人 是從來沒有跟我們提過 但是在我們心目中 跟客人的關係 我覺得都算是這樣 是嗎 就是他飛了過來這裡 多一段時間 都會打電話來找我們 是 有時候是12點 都是自己打的 都打來問那個問題 是呀 那就收線 我覺得 這個應該不算是他的服務範圍裡面 是 但起碼我們就沒有了介替 是 那客人剛剛來到的時候 還有說 Anthony 我也很想像你這樣 幫別人做移居 有興趣 合作一下也好 想合作才跟你說 我們 特別是Anthony 來日本之前 他也是做服務性行業 是 做了二十幾年 我們有六千多個追蹤 有些是新商識的 很多都是你的 舊的團友 舊的客戶 有些真的認識了二十幾年 世界上一定是這樣的 做服務行業 有人喜歡你 有人不喜歡你 那是否我們叫做問心無愧呢 不可以這樣說 因為我經常都說 問心無愧是看你的線設有多高有多低 因為我們想做好這件事 所以我們永遠都覺得這件事不夠好 想再做得好 這個就是我們服務的宗旨 你說是否所有客人都滿意 心裏面 他有沒有些什麼 起碼他沒有投訴也沒有跟我們說 我們聽完之後 我們自己去檢討 其實也有些客人都會覺得我們很親切 好像我的客人 前一陣子剛剛來到日本 他開到郵局銀行 香港就匯款不到過來 他問我 Anthony 可不可以匯一些錢進你那裡 你再給我 即是他自己的生活費 即是他自己的生活費匯了給你 匯款幾百萬 都匯給我 這麼順利 我當然要幫忙 是呀 記得把獎來這裡 是呀 接著我們收到匯款之後 當然希望匯回給客人 客人說不用 你等我出來找你 順便先拿 什麼 即是代獎來這裡 代獎來這裡 客人又需要用錢 他又不可以出來找我 之後就叫他轉數回給他 銀行收支付 銀行幾百元的手續費 這些客人給 大家都明白 這些不是我們收的錢 銀行收的錢 其實我自己覺得 這些關係 就算是一個 可能是半朋友的關係 因為不是我們服務範圍內 客人應該是信得過我們的公司 或者信得過Anthony 最基本 是吧 才會無端端幾百萬 幾十萬 然後叫客人 下次也不要搞我 是呀 我記得那個時候 因為之後 那個戶口就被銀行凍結了一天 因為無端端有一個 是其他人的名義 匯不錢過去給他 銀行不知道什麼事 然後就要解釋 那天很麻煩 是呀 然後就要等第二天 才可以拿錢出來 那跟客人說 那客人都明白了 我們覺得這就是我們跟客人之間的關係 那再說 十萬 十四萬 十八萬 是有分別的服務 那你是否覺得有分別呢 我又 可以這樣說 我不覺得十八萬幾一定會好 是吧 十萬一定會差 十八萬幾一定會好 只不過我可以認同的一件事 就是如果你給錢是少一點的話 嗯 質量 可能就少一點 是吧 就是你去超級市場買包米 是 有很多隻牌子 買包便宜的米 貴的米 那裡面的米的質量當然不一樣 但服務員的態度對你 都要是一樣的 是 所以不同價錢的話 你就可以得到不同的餡料了 是 因為他這句話 就整天的人都會好像 我不知道算不算叫做影射 覺得我好像很便宜 是吧 我只可以說 是說有其中一兩個客人 是真的可能真的 特別便宜了一些 是因為 他租了一個寫字樓 因為開公司寫字樓 寫字樓的租金 被我們找到很便宜 是 那他的簽證費 加上去便宜了 是 那至於你說服務的內容 其實我們幫客人做簽證的時候 大家已經談好了 是 你這個服務 和你做簽證這個服務 是包含了什麼 是 那好像你說有些客人 來到日本 那我就是預備移居過來日本 一定是很多行李 是 有些要先寄過來 是 喂叫我們 阿Yen 阿Anthony 你可不可以去幫我們 收那個行李 收行李 或者等一些傢俬來 我上網訂 那其實如果你住在我附近的話 就是Anthony 沒有空 我沒有空 那我就幫你去等一會 是 有什麼所謂 是大家時間互走 但是有些客人 真的可能住得比較偏遠的地區 就是說 有一個客人就是 來回交通的時間 三個 三個多小時 我們要派一個員工過去 就要等一天 因為等他的傢俬行李 你不知道等多久 我們都會出薪給其他人 我們跟他說 二萬Yen 那客人說 不用了 我不知道他什麼原因 不用了 可能他找到朋友幫忙 各樣的事情 我們不需要考究他什麼原因 但是客人都明白的 不需要這個服務 就不需要了 大部分客人 做得移居簽證 都不是想得那麼簡單 帶過來就會有 童話式的生活 快樂美滿 他知道 別人 一個人 移居了在一個陌生的地方 其實很多事情 他都要親力親為 要靠自己 這些事情他們是明白的 當然 他找到我們 就是覺得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可以幫到手 這些是客人的要求 還有些人問 你經常教別人移居過來 你有沒有想過影響別人終身幸福 你經常拍片 是否報喜不報憂 其實很多行業都有中介 你買樓 會有一個中介 你結婚 入去愛情的墳墓 律師幫你簽紙 他會不會覺得害了你一輩子 是 這件事其實真的是你情我願 你有這樣的需求 我們有這樣的服務 有些人都說到很難聽 你經常說幫別人簽證 很偉大 我們從來都不覺得 什麼偉不偉大 你有這樣的需求 我有這樣的服務提供 我中間有一些行動 完成了之後 可以容納一句多謝 這個行為就叫做幫 我幫了你做什麼 你掉了東西我幫你收回 拜託多謝 我去超級市場買東西 別人收銀元都是收我錢的 我去別的產品過去 然後別人幫我收錢 我說拜託 這個行為就是叫做幫 人都鼓吹別人移居 報喜不報憂 其實有時候我真的想知道 什麼叫做喜 什麼叫做憂 真的一定要對著鏡頭 說兩句粗口 或者嚇 每一個人有這樣的打算移居 我相信他找我們之前 他們自己已經想了很多事情 首先為什麼你要離開你的原居地 一定是有些事情令你想放棄 你去到另外一個地方生活 你自己 首先不是我們提醒你 你自己都會想你怎樣去適應 你夠不夠錢 怎樣去生活 其實想著移居的人已經想到了 聯絡得我們的話 其實是看看我們有沒有方法 可以幫他解決 沒有想著移居的人 本身就沒有想著移居 就告訴你 在香港也搞不定 你飛去別處你就傻了 你就愚蠢 因為這些其實移居還是不移居 是很主觀的意見 你覺得你原居地好 你當然是留在那裡 就說自己的地方好 對 你飛走的當然是傻 這裡那麼好 你也飛走 有些人是想著移居的話 他自己來就知道自己什麼事 有很多人問 是不是36萬就可以移居到日本 或者這麼說 36萬是一個門檻 36萬就是成立公司最低的資本金 有這個資本金之後 就可以成立公司 才可以再入籍去申請居留簽證 是不是36萬一定足夠成立公司 那就要看看你做什麼生意 再想下去就是你日後怎樣去生活 所以引申出另一種服務 我們就有幫人頂手 或者是做Franchise 一些商鋪 頂手? 別人生意好都不頂給你 不過其實你一有對這個生意 這個市場學有少少認識 其實你會知道別人是為什麼 的確生意不好頂給你 是其中一個原因 是 或者生意好 他看不好這盤生意的前景 都會頂給你的 或者他有更好的發展 或者有些人病 移民 搬屋 覺得做不到人 很多原因他會頂給你 但是當然他要好的 就不會頂得這麼便宜給你 是吧 你推介那個頂手的店 其實都會看很多東西 例如簡單一點說 或者做食 你附近有沒有餐廳 是 是不是在大街 那你做什麼食物呢 那客人有沒有飲食經驗呢 客人是完全沒有飲食經驗的 你叫他做大廚 不可以的 那你就可以考慮一下小食店 好像有人說什麼珍珠奶茶 現在珍珠奶茶是不流行的 日本 日本熱潮是過了 這是事實來的 但是在街上依然有很多珍珠奶茶店 新開的有 當然收拾的也會有 那同一間商店 即是同一類型的店 為什麼他會 可以有人排隊 為什麼他會收拾 其實就是看你每個人的經營手法 你的眼光 你的時機 你的運氣 為什麼會說要頂手 可以的 你重新去開一間店 如果可以的話 可能感覺更加自己 像自己嬰兒一樣 租一間店 然後裝修 請人 賣器材 但是你要明白 首先我們外國人的身份 要建立一門生意 你才可以申請簽證 如果你是打算開店 你都沒有在留卡 其實很多人都不願意租給你 就算你不要說是完全沒有在留卡 日本有一個簽證 就是給你過來準備公司的 一個短期簽證四個月 你可以運用四個月去租店 租社寺樓 然後去銀行 申請戶口 但是可以跟你說 很大機會你是什麼都做不到的 我們有個客人 都是很厲害的人 都是在日本做生意 打滾了十幾二十年 他也是申請了四個月的簽證 他租店也租不到 終於他回到香港 過了一年之後 他認識了我們 然後再重新出發 去辦理這個簽證 你不頂手的話 怎麼租給你 很多人都當你幸運 有人介紹租給你 然後你要自己設計 自己要買器材 還要合他的資格 牌照 還有很多付款方式 除了現金之外 可能信用卡 或者他們流行那些叫Pay Pay 現在還很流行申請 那些什麼Food Panda 就是有很多林林種種的細節 你剛剛來到的時候 你一定是半年 裝修家這些東西 去處理這些事情 那你就不能夠即時做生意 那頂手就好處 已經有了 對 最快成交的時候 你就可以直接做生意 是吧 而且呢 好像有說 珍珠奶茶 我們出的影片 因為那間鋪位在大街 附近還有 附近三四間食肆 上居下鋪 是 我們拍過 你可以看那段影片 都有兩房一廳的 租金 是10萬日圓 就是8千港幣左右 是 所以有些人就說 香港也搞不定 我真的可以很肯定 8千元 你在香港一家三四口 你住在哪裡 是吧 那你來到日本的話 這個是一個機會 客人都會想的 然後再說 喂 那除了頂手之外 還有那些什麼特許經營 其實呢 我們自己粗力去找一些 大致上是 比較多人有興趣的 特許經營的大品牌 是吧 就是我們找 其實也有百多間的 是吧 就很難說逐一去介紹給各位客人 因為其實有些規矩是不適合我們 那些 彈性不夠大 所以我們都沒有特別去介紹 那些人就說 你經常介紹別人做拉麵 是吧 做拉麵 是吧 其實我們就不是經常介紹別人做拉麵 我們有推介過 其中我們自己呢 是 也有頂到一間的拉麵店 是 Franchise 不認識的 我們其實自己都沒有做過飲食的 那 為什麼會去頂這間拉麵店呢 其實Anthony更加連主角公仔麵都不認識的 是吧 那 我們Franchise 的好處呢 就是別人有整個系統 有貨源 是吧 那 連同他租了的鋪位的合約 一起就給我們 我們就隨時可以做生意了 是 去到的話 他們會有人教我們 這個麵 就要錄幾多分鐘 然後湯就不幾大行 肉片就放在哪裏 已經是有整個系統去教我們 而且呢 我們這個簽證是叫做經營管理簽證 是不是 我們不是每次都一定要做大廚 或者做店小儀 我們是管理這間店 這間店是你其中一個業務之一 那當然可以 可能是唯一都不頂的 但是你只需要管理 喂 那你經常Franchise 這些等排連鎖店 一定不好吃 我們不是一個食家 好不好吃的話 就是看客人是否去光顧的 那別人給這個收入報表 出出入入的數 我們覺得合理 咦 但是報表都可以做假的 可以 可以有人都是這樣說 就是這個世界上真的什麼人都有的 現在Yan Anthony 在這裡和你分享的 我們說出來的東西 可能是主觀的意見 或者第二個YouTuber 說的都是認為我覺得 我認為都是主觀的意見 但是有很多時候 數字的東西 就可以說是客觀的 數字的確是可以做假 做假就叫做犯法 他有機會犯法 你不是絕對要相信他 那你就自己要衡量 哪樣可信 品牌有多大 他的背後 他的背景是什麼 那我們看的 我們就相信數字 我們看到之後覺得OK 繼續去做 人家說連鎖店的東西不好吃 那麼一封堂一欄呢 都是連鎖店 還有些人說 你介紹就當然是介紹一些大品牌 國際品牌 麥當勞 KFC 喂 你也有聽過我們說 我們頂的那間拉麵店 是百多萬的 喂 聽說 你自己上網都可以找一下 麥當勞好像二百萬的 就是這樣說 你要知道 那百多萬和二百萬裡面 是包含了什麼 我們頂的那間店 百多萬裡面 已經包含了他的設備 奴具 裝修 各樣東西 之後的經營的費用 是之後的計算 但起碼現在這一刻 接手了就可以做生意 如果你說一些大品牌 好像麥當勞 麥當勞 我已經跟你說過一句 我們都是賺硬 因為很多人都問我們 喂 頂手Fancast是不是賺硬 沒有一門生意可以回答你 一定是賺硬 麥當勞也沒有回答你 是賺硬 不過可以很肯定的一件事 要虧錢的麥當勞就不多 是 這是真的 但是你可以付出有多少能力 麥當勞也不是說 就這樣可以 還有你有錢就可以做得到 還要上課 還要上課 要讀麥當勞自己的商業管理方程 九個月至一年 是 不是說你有錢就可以做得到 這些你當然可以來到再慢慢考慮 因為這些已經不是你的短期計劃 現在你移居可以做得到 是 你來到的話 你夠錢的 你就繼續讀 其實人是有適應能力的 我見有些留言都是這樣說 就像我們這樣 本身做開旅遊的 其實想著來到這裏 都是可以做回旅遊的 但是 誰會猜到疫情這麽嚴重 我們不做旅遊的話 那就做其他 我們其實每一天都是自己的生活 而努力著 努力著 對 即是沒有人看到我們只是 硬硬的去旅行 在那裏拍片 有些人說我們的片都很生氣 是吧 不好意思 因為這件事真的不是我們擅長的事 慢慢一邊學一邊做一邊去改善 然後好像阿Yen那樣 踩著 去摘二十幾kg 貨回來 那不辛苦嗎? 很辛苦 這是不是我們的憂慮 那都是 有些什麼憂慮 是看你是怎樣去處理 是吧 有些人就說 第一次申請簽證的時候 就很容易 好容易 之後你就難了 告訴你那個人有沒有試過 有沒有幫人做過 第一 做簽證是不是容易 一定不reject 不是 好像有些人說 如果你三十六萬是門檻 我暫停不說你日後的生活 只是用三十六萬門檻 最簡單做貿易 各國是最喜歡的 最大的藉口 有些人是這樣說 但是其實是否事實呢? 你以為入各國是傻的嗎? 你們個個來都說做貿易 你以前是教書的 你是大學教授 你是醫生 那麼 你就過來無端端做貿易 你也要有足夠的資料 給他你是可信的才行 是吧 我現在伸手 想轉行做貿易 不是不行 是 你一定有計劃的 你打算跟什麼公司合作 是吧 哪裏來貨 哪裏出貨 起碼你要證明到這件事 你要寫計劃書給別人 我們也有試過 真的做了十幾二十年的貿易 有足夠的貿易經驗 跟日本人做生意 他總之申請簽證的時候 他都不批 因為他不是找我們做簽證的 你在日本打滾這麼多年 甚至你在生活讀書也好 你一定認識一兩個書士 就找自己的書士做簽證 其實現在有些客人都是 他自己都在身處日本 那個留學簽證就快結束了 我們要轉經營管理 那怎麼搞都找我們 你不找你自己的書士 你可以做得到的 前前後後有很多事情他幫你做不到 例如做寫字樓 他就已經做不到 做不到寫字樓 成立不到公司 你的簽證連日表的資格都沒有 好了 認識很多人 有自己的書士 做貿易 想現在經營管理移居過來 那為什麼他會失敗呢 因為他的生意其實真的做得很大 他寫了很多未來的計劃 還打算開餐廳 開幾多間分店 還會做什麼時裝的門市 他有很多的計劃 他寫了出來 寫了出來 那就衍生了另外一些問題 你做這麼多生意 你準備好了嗎 你貿易那裡我相信你了 但是你又說你做餐廳 又說你做時裝 店舖呢 人呢 人手呢 變成了入局局很多挑剔 是的 你越寫得多 信程度又變得低 他就不批了 是 終於他沒有光顧我們 都是順利問問我們 我們應該怎麼搞 你自己有自己的書士 其他位置已經不需要我們了 我們就提醒你 你叫書士問問他 是不是應該這樣 因為其實 書士好像類似律師一樣 不是每個人都幫人做經營管理簽證 我們自己合作的書士都不止一個 移居你說第一次簽證是否容易呢 你是要符合他的資格 那一刻就有難度了 所以你就會找中介幫忙 中介的服務就是做前期後期的事 第二年第三年續證是否很容易呢 第二年很容易 人們說第三四年就很難 你聽說那個人他未必做過這件事 事實上 頭那兩年你要續證的話 其實真的會容易一點 因為入局局那裡都很人性化 你做生意頭幾年 沒有說一定是賺錢 有機會你是虧錢 收資不平衡這些都是接受的 但是呢 如果你之後第三年再想續證下去 你的上職叫做不是多好的話 那他就不會續三年給你 因為有很多人都說 什麼1135 那 那 就加上就有十年 永住或者歸化呢 當然永住和歸化都有不同的條件 那這個就是另外一個申請來的 那我們問過書士 通常呢 做過幾年之後呢 你自己都覺得不行的話 你自己走的人 就真的會比較多些 嗯 續不到簽證的其實真的很少 是啊 就是最多一年一年這樣續給你 日本有沒有歧視 或者你真的不懂日文 可不可以在這裡生活得到呢 是 那一定有些日本人會欺負外國人的 嗯 欺負你日文不好 或者欺負你不懂規矩 嗯 找些東西 流難你或者呼險你 我想我們都有遇到這些人的 香港人和香港人都一樣存在 是 就很嚴重的歧視 就暫時都未遇到 其實這樣說 我們亞洲人 如果不出聲 不說話的話呢 其實人家都不會知道 我們是不是日本人 嗯 相比你去歐美國 你走出來 已經知道你 哦 外國人 是啊 在這方面已經好了 做不做到生意 如果你真的不懂日文 不懂日文 一定生存不到 一定做不到生意 一定 是吧 我也認識很多朋友 其實就不是移居日本 是 但是跟日本人做生意 都做了很多年 有存在的 是吧 來日本住了很多年 但是日文不太好 也有存在 有 是可以生存得到的 其實最主要是看看 你跟哪些人相處 是 跟什麼人做生意 是吧 這件事是最重要的 或者你公司 甚至乎你請一個 跟你溝通得到的人 又可以跟日本人溝通得到的人 其實就已經沒有了問題 那就已經可以解決了 做生意溝通的問題 是吧 不過我可以肯定的就是 如果你從來沒有想著學日文的話 你來日本是真的難的 是 不會說生存不到 但是難 因為起碼日本這個國家 就是以日文為主 最簡單是去便利店買東西 超級市場買東西 別人問你交不交代 都是講日文的 基本的日文你就要學 是吧 我現在暫時完全一句都不懂 等學好才過來 是 其實也未必有這樣的需要 一路做一路學都是可以的 因為一句留學生 由完全零日文開始 一年半至兩年左右 就已經可以讀大學 當然如果你日文好些 對你的生意當然方便很多 這個就不需要我提你 你說日本這個生活好不好 適不適合你移居呢 其實就不是我們去看 或者其他人去給你意見 首先你還是會經過你自己的考量 有時候在我們的影片裡面 可能是幾個字或者半個小時 很難一次過就說完 所有裡面的東西給你們聽 因為其實其實 實質上每一個人的個案都是不一樣的 有些客人我們都鼓勵他頂手 因為視乎他的年紀和職業 不是那麼容易做貿易的 有些的可能性高 你出著少些資本 想做的就一邊看一邊做 我們都不推介他頂手 那些客人還很心急 那我日後怎麼生活呢 那其實這件事就要大家聊過 才知道大家有些什麼需要 其實你說未來的生活 真的沒有人知道的 不要說你們 我們沒有人保證 你說移居了來日本 一定是美滿的生活 就算找Ian 找Anthony也是一樣 那我們自己將來會怎樣 其實我們自己都不知道 只不過在現階段 我們覺得這個地方是OK的 想繼續生活的 我們就為了這件事而努力 我經常都說的 你移居也好 不移居也好 或者是不是日本邊一個地方都好 你最重要是記住你的初心 你去到每一塊不同的地方 你一定遇到很多的困難 你不要在那裡怨天猶人 怨你又沒有提醒 怨他又沒有介紹 怨自己運氣不好 你記住那個初心 你希望達到你的成果 你就會堅強一點 特別是去到另一個地方 我們全部人都一起加油 如果再有什麼問題 可能我們今集裡面 就沒有說到的 因為最近真的收到太多訊息了 你可以繼續留言給我們 記得分享 Like 和 Subscribe 啦 好啦 拜拜 拜拜